他为什么在播新闻的时候吹胡子瞪眼 在9月15号杭州新闻联播上 男主持人中央的提词器上来就坏了 于是他开始狂按提词器 这显然是不奏效的 主持人也开始变得很不耐烦 他身后的导播间里也乱作一团 这一幕将近20秒就这样直接被播了出去 从播出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重大播出事故 在提词器当机的时候 正常的操作应该是立马启用纸质稿件 确保完成播报 比如在新闻直播间节目当中 主持人张秋伟的提词器就失灵长达15分钟 在短暂卡顿之后 他迅速在纸质稿件当中定位 以低头念的形式继续播报新闻 在比如财经频道主持人严芳在播报时 提词器就突然失灵 主持人在皱眉的同时 快速地低头找到稿件中的位置 并顺利完成了播报 对比来看 显然杭州谈男主持人的反应太不专业了 但同时我也很疑惑 为什么男主持不赶紧看看纸质稿件呢 我注意到 这则新闻播报是前一天的事情 所以不存在紧急加稿的情况 另外可以看到 主持人手下是有纸质稿件的 难不成只是个摆设吗 有自称是主播朋友的人说 在提词器失灵的时候 导播在耳机里说有延迟可以切掉 所以主持人才没有做应急处理 可没想到延迟器也坏了 并没有切掉 而是直接原封不动播了出去 这个说法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因为如果真的是正在直播 男主持人能做出这种恼火的表情 那绝对是匪夷所思 查阅了一下这几天的节目 男主持人没有再出现在节目里 而具体原因 官方也并未解释 但无论原因如何 这一定是整个团队 在遇到突发问题时的失误 而不单单只是去指责主持人